持續來關心缺水的情況有多嚴重 來看到苗栗 永和山水庫蓄水率已經跌破了一成 剩下9.4% 創下歷史新低 之前滿水位的時候 被淹沒的古厝遺跡通通浮現了 就連水底的永安橋 相隔40年再次重建天日 走進甘河的水庫底部 遠方這座橋樑 就是原本滿水位時被淹沒的永安橋 69年建水庫嘛 有沒有 應該是已經40年了 而且是第一次 永和山水庫目前蓄水率 只剩下9.4% 跌破一成 創下歷史新低 常年記錄水庫水型的攝影師 也是第一次看到永安橋 看著覆盖橋面的土壤 均裂讓他憂心忡忡 因为我也沒有聽人家說過 附近有一座橋在這邊 覺得很哀愁 但是又覺得是非常的美麗 因為太乾旱了 除了永安橋 之前買水位時 被淹沒的聚落古厝 還有土地宮廟也一一浮現 當地民眾沒聽過水庫底有房子 都好奇前來一探究竟 難得可以看到這些浮現出來嘛 因為我從來都不知道下面有房子 全台水情吃緊 桃園石門水庫蓄水率 降了42.9% 新竹保生水庫剩20.6% 苗栗明的水庫也快要跌破10% 台中德基水庫 甘道只剩7.1% 台南增園水庫維持到15.3% 要是再不下雨 中央旱災應變中心 可能啟動分區供水 全面抗旱 國外勋皇主義 張春風 吳少卿 苗栗報導